前天星期五,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大卫·艾姆斯 在英格兰的一所教堂和选民见面的时候 就遭到一名男子刺杀 他身中多刀之后就死亡了 经过警方初步调查 证实男子是一名索马里后裔 他的犯罪动机和伊斯兰极端主义有关 已经被列为恐怖袭击事件来处理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 政治人物被袭击的事件过去在英国相当罕见 但是随着英国政坛日益出现两极化的情况导致社会分裂 这类的袭击事件就逐渐逐渐在增加 这一回保守党议员大卫·艾姆斯身亡 是过去五年来英国发生的第二起议员在选区内遭到袭击的事件 对此英国内政大臣也特别的对所有的议员发出注意安全的提醒 英国星期五发生国会议员遭民众刺杀身亡事件后 警方在案发现场拉起警戒线进行调查工作 许多民众也带着花束和卡片到场致哀 随后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在一众部长的陪同下 手持花圈到场献花哀悼 以纪念和感谢这名保守党同僚对国家的付出 而英国内政大臣表示 当局将采取行动加强议员的人身安全 议员被刺杀的事件拉响了安全警钟 英国内政大臣因此呼吁所有议员与警察时刻保持联系 以并议员在选区服务民众时安全能获得保障